历代的朱元璋来到建文场 见证的相往 悲伤的朱元璋准备立焉王为帝 本王的十二弟死了 他死了 他就这样被朱允文给逼死了 父王 爹 以我看 还不如直接杀过去 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 倒不如直接造反 到时候我们造反成功了 爹您就是皇上 我说二弟 你别那么着急啊 这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绝对不能造反 都这个时候了 我们还要坐以待毙吗 非要等到朱允文将刀架在我们脖子上 我们才有所醒悟 你 爹 我觉得二哥说的不错 这个时候我们就只有造反了 广孝 你怎么看 我倒是觉得时机已到了 现如今的朝堂之上 朝无政臣 乱有内胆 必清君策讨之 清君策 不错 就是清君策 现如今朝内 有乱党作乱 燕王殿下就应该清君策 将其铲除 当初太祖皇帝曾说过 朝中若有奸臣作乱 各地藩王和领兵进京 秦王除奸 确保大明基业 传至千秋万代 是啊 我怎么把这个祖训给忘了 传令三军 等我号令 我等遵命 报 大明的将军 李锦龙 他说有大事 要告诉殿下 父王 我倒是觉得 还是要多加小心 这件事绝对不对劲儿 本王还是很了解他的 他既然来这里 那肯定有什么事情 而且用不着如此的担心 可不要忘了 这里可是北平 让他进来 李将军怎么有空来这里了 莫非是来向那个皇帝宣战的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此事很是重要 你又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来这里到底是什么目的 我在和燕王殿下说话 你们在这里打岔 恐怕不太好吧 你们都先退下吧 我倒是想和他说到说到 我想听听他到底要说什么 这里已经没有外人了 你想说什么 你和我回京一趟吧 太祖皇帝在等着你呢 什么 你在胡说什么呢 你要是在胡说的话 可不要怪我不客气 太祖皇帝已经死了 怎么可能还活着 如果要是他还活着的话 怎么会放任建文帝 在这里胡乱非为 而且还杀死了 自己的亲弟弟 事情是这样的 来自于洪武朝 不但我老爹还来了 还有那个时代的我 你真的以为本王是傻子吗 那么好骗吗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 如果我要是骗你的话 我当场自杀谢罪 难道李景龙说的是真的 殿下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是什么人 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这件事我敢说谎吗 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相信 但是这绝对是真的 太祖皇帝真的来了 而且他更是严惩现在的皇上 他现在让你过去 就是想见一见你 既然如此的话 本王就和你去一趟京城 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绝对不会骗你的 如果老爹真在的话 真的要好好地说道说道 太祖皇帝 燕王殿下已经到了 让他进来吧 这真的是自己的老爹 而且还如此的年轻 难道真的是从洪武朝来的 怎么 不认识咱了 啊 这 这个声音错不了 爹 你真的没死啊 当然了 咱自然没有死 你还想诅咱死不成 你过来 爹 十二弟死了 他死了 咱知道 咱都知道 放心吧 今天咱就给你的交代 嗨 你好啊 你和爹都是从洪武朝来的 是 大哥 他还好吧 他很好 行了 你却害死了他 哼 带下去吧 走咱们一起去渐渐朝城吧 既然所有人都在这里了 那么咱也宣布一件事情 那么从今天开始 大明的皇位传与燕王朱棣 太祖皇帝 臣反对 铁炫 当初就是他 推荐朱允文为太子 也就是因为他 导致朱允文 害死了自己的叔叔 你再给咱说一遍 啊 这 我要是再说一句 太祖皇帝肯定会砍了我 哎 这一切都是朱允文玩火自焚 倘若他要不伤害自己的叔叔 太祖皇帝也不会下那么大的决心 让他下台吧 咱已经决定了 现如今的建文朝 大明的皇帝为朱棣 年号永乐 爹 你有这个资格 你也有这个能力 你是咱的好儿子 咱相信你 后花园 老爹真的让我做皇帝了 是啊 恭喜你啊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大明的皇帝了 永乐大帝 啊 这 你想问什么 既然你和爹都是从洪武朝来的 那么除了这建文朝之外 你们应该还去过后世吧 老爹和我去了一趟正统朝 也就是你后代当了皇帝的朝代 那么我做的可好 放心吧 你做的不错 你成了永乐大帝之后 修长城 通运河 更是六下西洋 修永乐大典 武征末北 文能治国 马能定心天下 什么 我成了永乐大帝之后 修永乐大典 武征末北 六下西洋 通运河 修长城 这都是真的 这全部都是真的 而你更是成为 封郎居须的皇帝 也是最厉害的皇帝 永乐大帝 你更是当之无愧 而且你当了皇帝之后 不但开出了永乐盛世 更是万国来朝 你的战绩不比唐太宗差 好 既然老爹已经让我做皇帝 我绝对不会让他失望的 你好好的干吧 你想通了 爹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这个皇上我一定会做好 我绝对不会辜负您对我的希望 看来咱没有看错你啊 让你做皇帝 的确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当年终究是咱选错了继承人 爹 你不要这样说 您这样做也是为了大名好 行了 你也别多想了 对了听说你已经有了婆娘 而且还有三个儿子 都在北平吧 是的 你果然娶了徐达的女儿 既然生了三个儿子 都让他们进京吧 咱也想看一看 嗯 我现在就安排人 去接他们过来 你和妙云他们过得还可以吧 日子过得还行吧 放心吧 我们一家人很是恩爱 只是现如今这个时候 我岳父大人已经走了 妙云时常会想念他 只说徐达是吃烧鹅而死 当时的徐达 死前最后的一个愿望 那就是想再尝一尝 他大闺蜜所作的烧鹅 他为了吃烧鹅 哪怕是病情缠身 也是忘不了这一口 当时的自己也没有办法 就赐了他一盘烧鹅 我说我可以将红武 朝的徐大将军带过来 让他们妇女团聚一下 见见面也可以啊 对 你这个臭小子说的不错 说的非常的不错 你这个臭小子说的不错